今個星期五中全會 又有十四五規劃 亦都是美國大選 進入直路的一個星期 你說對港股有沒有影響 一定有影響 但怎樣研判 我覺得很難估計 任何事情都有機會 順著勢去做得好 同時間亦都可能會擦槍走火 所以如果今個星期 在24800這些位置上落 我覺得已經算是錯了 看近期港股的勢 不差的 有機會如果你拿著紅仔 25000點收回價那些 其實你要小心一點 隨時就給人一下湯下去 如果你說想繼續做好 我也是這樣說 2480025000點 阻力都很大 但如果你想回頭 暫時來看 除非在局勢上面有刷槍走火 暫時我覺得機會都不高 所以大概都是這些位置橫行 可能市場比較悶 以及掌控力都比較弱 所以見到最近最多人問的 就是螞蟻抽不抽 這樣說 螞蟻我覺得一手是可以抽的 那如果說 借爆孖展去抽呢 那自己要計算 那個孖展息 因為如果去到3-4厘 你借得太多去抽孖展 萬一螞蟻的股價第一天升 不足夠的話 隨時是虧錢的 因為大家估計 就是以這樣的超額認購量 大家估得它升得很厲害 但是通常 概來講 這些這麼大大小的股份 第一天兩天的升幅 其實是有限的 我估計大概是10-15% 鬆一點 所以如果你這個升幅 而你真的借大孖展 如果這個升幅也不便宜 你要計算自己的風險